嗨,大家好,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次修剪完的这份绣球花 这份绣球花剪完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大家看,这个侧芽已经长得算是比较大了 看到了吗,一个枝条剪完长出了两个侧芽 这边也是,而且底下的侧芽也在慢慢的长大 这一盆绣球的话剪了还不到一个星期 大家看到没,这个侧芽就长得这么大了 所以这个打顶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营养重新分配 把营养分配给,本来都是供给它长高 现在可以分配让这个侧芽长得更快 再去看一下上一次打了顶的这个大叶字字花 那么之前剪掉的地方就长出了两个侧芽出来 一边一个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一个盆栽,它的株形 就是说太稀稀拉拉了,想让它更饱满一点的话 这个打顶来的效果是最快的 而且新长出来的这一个芽的话就会开花 一般都是这样的 那么开花量又会更多 所以我最喜欢给花打顶了 再去看一下这个三角梅百变红 上次给它修剪完之后 我发现它的这个有两根枝条之前串了很高的 现在都已经长到了这个竹子拱门的顶了 这生长速度是很快吧 因为底下的营养就没浪费了 全部供给它们生长了 其他的这个枝条也长得很快 所以这个修剪是很有必要的 不仅让底下通风更好 通风更好的话 就更不容易得病长虫 而且还让这个营养供给这个主要的枝条去生长 再去看一下上次花后修剪的这个蓝雪花 给它花后修剪完之后 大家看到没 又孕育了这个新的花类来了 而且有一些还开了 看到没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蓝雪花花后修剪很关键哦 然后之前的话这样的枝条 这种枝条看到没 剪了上面的这个开拜的话 从这个旁边就会长出这个新芽来 再长一阵子的话 它也会运了 会运这个花类 所以到时候的话开花量才多 所以像这种花漆长 然后开花一波一波的这一种 花后修剪是很重要的 修剪的越及时 那么第二波花来的就会越早 开的就会越多 因为就不会浪费营养了嘛 再去看一下上次打完顶之后的这个果桑 给它打完顶之后 这个侧芽的话又长得很壮了 不过现在它的这个枝条还比较的瘦漏 但是要不了多久 这个枝条它也会变得很粗壮 就跟这个底下的一样 底下之前这个枝条也是非常瘦漏的 给它打了顶之后 长出了两个侧芽 然后这个枝条也粗了很多 这样的话这个果桑 才能越长越大 到时候结果才会更多 就会变得更多 感谢观看